记者王荣祥高雄报道,台北市财政局则公开业于新北高雄财务出强调北市明年可脱离千亿债务俱乐部环三高雄永远都在上面,高市财政局经强力反击,指台北及国家资源于一身,却屡屡三言其他县市债务高,天龙国之称号真不为过。 台北市财政局则召开记者会指出科市长上任两年半累计建债三百九十六十七亿元,北市债务未尝与俄实际数由科市长一百零三年底上任时一千四百六十八六十七亿元大幅下降至年底可达一千零四十八亿元,人均负债由科市长上任时的五四万元下降至四万元, 预计明年五月就可脱离千亿债务俱乐部。 北市财政局长陈志明表示,新北今年突破一千亿元举债,北市已与新北黄金交叉,接下来将目标朝向低于台中市,至于高雄市它永远都在上面,我们就不要理它了。 高市财政局经说明,高市人口比台北市多八五万人,面积是台北市十一倍,但应被国家定位重工业城市,长期承受重工业污染,未获国家资源补偿,反应财华法分配不公,让台北因营业额高,每年较高雄多获中央统筹款一百亿到一百二十亿元。 财政局强调,高雄在资源不足及建设需求下,以举债之应建设市手段之一,县市合并后,高雄又是六都中唯一与县合并的直辖市,在现有资源分配工。 市上均叫其他直辖市不利,且因面积大幅增加十八倍,基础建设落差极大,为达到公平,更需投入更多建设资源来尽宿米平城乡差距。 原既旺财华法修法能获更多资源益助,但因财华法迟迟未能修法通过。 中央虽生成县市合并后,财源只增不减,马政府时代,但实质对高雄补助累计仍减少八百一十八亿元。 若中央能补足短少经费,高雄负债将大幅降低。 财政局提醒,目前除台北市外,地方政府普遍财政困难,但各项建设不能停摆。 以举债支援建设是必须的,所以台北更应有同理心,而非以其他县市之债务高来反奉。 新北市